這次其實是四次 四次可能都說不完 不過我先說了四次 就是從聖經明白末日 亦都會回應到一些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就是在這個時代和不同時代 都有些對於末日的錯誤的觀念 而有些是很常見 可能大家聽到之後 你說那些是錯的嗎 你可能會說 二牧師你是不是肯定 你所說的是合乎聖經 我因為完全用聖經證明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可以留心看看 在我信耶穌沒多久 我就很熱切傳歡欣 我在教會學習很多 然後我信了主三年 我就在一間基督教教書 帶很多學生信耶穌 跟他們有茶經 其中在我初期的時候 就有一個牧師 他跟我說了一本書 叫做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當時有一本很出名的書 是說到世界末日 它是說到基督徒被提的 他所說的就是 說到災難前被提 大災難前被提 那時候我就很信 這幅圖畫就表達了一件事 他說的意思就是 在耶穌還沒回來之前 七年 就是災難前被提的這個觀念 就會在某個時候 耶穌降南在半空 在半空就不是下來 在半空 接著的基督徒全部在世界上消失 忽然間被提 整天是有說被提 不過不是說這個時間 那他當時的說法就是被提 然後很多人就做一些漫畫 卡通電影都有 那他就說什麼呢 在被提的時候 忽然間你看 這個車有兩個人在 那他就忽然間被提 那車沒有司機 那裡有個飛機 司機也是信耶穌 然後司機忽然間被提 忽然間飛機撞飛機 飛機沒有人開 墳墓也有很多死人復活出來 當時來說 我是很相信 我真的很相信 沒有詳細去看 不過其實我看那本書 裡面是有講到不同的知識的地方 但是當時我沒有詳細去分析 待會我會回應 這是另一幅圖畫 即是說到車撞到不得了 又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很多人被提 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是在貼撒尼吉前 有四章說的 這個災難前被提 還有之後有一個千禧年 這個大約的時間表就是這樣的 即是現在就是教會時代 然後到了耶穌回來之前 這個七年大災難之前 就有基督徒 耶穌就回來在半空 基督徒就被提了 在空中與主相遇 那他們就會說 那被提了 那剩下的那些人 就是個個基督徒都被提了 沒有基督徒 那他們就說 因為他們留下的書 所以那些人走來看 原來他們真的被提了 真的耶穌是真的 於是很多人相信耶穌 即是他們就說到這個他的說法 那他就在這段時間 很多人就靠這個方法信主 然後耶穌再回來 即是在大災難之後降臨 然後就和眾聖徒回來 然後地上有一個千禧年國 在啟示錄二十章是有說這件事 不過問題是那個解釋是什麼 那我在這幾堂 我是會逐步解釋的 那他就說到 這年的時候的尾段 你看到撒旦被釋放了 撒旦被釋放 然後他就帶動很多人造反 造反之後 然後大災神就將撒旦 將那些人全部 即是聖過那些人 攻擊基督徒的人 然後撒旦被釋放在流氓火灰裏 然後又跟著失天新地 這就是當時我所看到的 這個世界末日的情景 我想問一下 這裡有幾個人聽過這些的 有幾個人聽過《災難前避提》 以及《千禧年國》 OK 那我就會在這幾堂 回應回 你可以詳細看每一個經文 好了 其實我被挑戰 關於《災難前避提》 是甚麼時候呢 就是我在讀聖經大學的時候 那個熙烈文的教授 說了一句紅色的說話 他說我看不到《災難前避提》 《災難前避提》 那時候我很驚訝 但我真的去看 我真的去看聖經 我真的詳細去看 這幅圈我放進去 好像很驚訝 很驚訝 香港就非常驚訝 嘩 那麼多人說 事實上 現在你說的 如果你去聽什麼的講座 大部分都是說《災難前避提》 你千萬要在那時候避提 否則你要經歷大災難 你也聽過這些信息 很多人都有說這件事的 首先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信仰到底是由聖經尋信仰 還是我們將我們的見解、慾望和神學放在聖經裡面 為什麼我會說慾望呢? 有一次我去旅行 在同隔壁那人聊天 有間知道他是基督徒 他就問了一個問題很特別 他說 《廣東德後書》講到 《你們語不信的言不相配言》 都要同乎押 這個經文是否說基督徒 沒有同基督徒 非基督徒結婚 我說是 他說他覺得不是 他說如果是 聖經應該清楚說明婚姻 這麼重要的事情 應該清楚說明 而聖經沒有清楚說明是婚姻 在這裏沒有說明 其實聖經一提他有說過 譬如丈夫死了可以再嫁 不過嫁在主女的人也有說過 其實這個經文下面那一節就說到 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交呢? 那我就回答他 我說這個經文所說的是 全部所有的相交 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交? 所以包括婚姻在內 婚姻一定是這樣 但是他拒絕接受 他說我們是根據聖經的《釋經》 他所說的《釋經》就說 聖經沒有說明是結婚 所以你可以和黑暗相交 他不是這樣說 他說黑暗相交 他當然是說這樣 即是說自己好像打了自己的嘴巴 他就可以和非基督徒結婚 其實會不會是他的慾望 他很想 即是有很多人很想結婚 所以聖經說 不要和非基督徒結婚 他都要將他的慾望 放在聖經的解釋裡面 或者他自己個人見解 或者自己神學 譬如古德義端 他也是這樣 中國的女人 他說這個是基督來的 女基督 他覺得是 有沒有聖經跟她 其實你看他的網上說 他說那些人信聖經 信得太重要 應該是信神 不是信聖經 他說的神就是這個女人 但是這個女人是不出現的 其實很搞笑的 是沒有出現的 你看不到他出現的 如果你是基督 應該出現的 他告訴別人我是基督 我怎樣證明 但是他是沒有這些出現的 所以這個是 純粹是他的個人見解 或者神學 當然神學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時候人就會怎樣 神學不清晰 變成會混亂 神學一定要從聖經 就不是把神學放在聖經裡面 因為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所以我們就 其他神學我們不說了 基督不會以為在災難前被提 我待會會讓大家看到 聖經說是說 耶穌回來的時候 基督被提 我會讓大家看他的經文 但是他們以為在災難前被提 有什麼後果 即他以為我們不用經歷災難 不用經歷大災難 當他們要面對大災難的時候 會懷疑神 哇 神說了 我們不用經歷大災難 我們現在要經歷大災難 哇 基督出現了 哇 我們都沒有被提 要不就怕死了 是不是我們被留下那一班呢 是不是有些基督徒被提 我們留下那一班 或者說 耶穌說了 但是沒有應驗 但其實聖經是沒有講到的 我待會會去講的 第二 他們會沒有準備好面對大災難 我不是說 其實我知道很多基督徒 聽到大災難都會害怕的 很多人都會害怕的 讀啟示錄就是會害怕的 但是我們不是因為害怕 所以不去面對 我們是需要面對的 而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大災難 這個被提 之前被提 這個教導有一個人叫做Scofield 很出名 叫做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有聽過嗎 它是英文的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它是把這些神學全部放在 它的聖經裡面 把這些註解在裡面 是影響很大的 其實是很多人都會看的 好了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耐性慢慢看聖經 去找出真理呢 你有沒有耐性 你會不會說 我想知道是哪一種 到底在早兩節被提 因為早兩後被提 你會不會想用時間去研究聖經 我想問大家 你有沒有心機研究聖經 如果你沒有 你要學習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你沒有心去研究聖經 你很多的聖經真理 你只是靠別人告訴你 希望告訴你 那個人是講得準確的 但是依然你自己應該用心去分析 當然每個人分析的能力不同 有些人分析可能比較強 其實我自己看了很多次 就是聖經啟舍 我翻看很多次 聖經很多地方 我翻看很多次 很多次 我一路去找出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是會研究很多東西 其實我一初信耶穌 我研究聖經的預言 之後我研究很多個題目 我一見到這個 我又去研究了 我現在講出給大家的研究 馬太24章21節 我們這個經文 大家都可能記得 就是當耶穌去到耶路撒冷的聖殿的時候 那些門徒說 你看這個聖殿多厲害 那耶穌就說 有一天 這個聖殿就會 一塊石頭都不會 在另一塊石頭上面 然後門徒就馬上聯想 這個就是聖經會日 他有問他 這件事什麼時候發生 和聖經會日什麼時候發生 但是當時耶穌是回答兩個問題 是什麼時候 他們當時發生 他們因為主要七十年是一個毀滅的 然後跟著也講到聖經會日 但是這裏很明顯講到聖經會日 我們一起讀一下 馬太24章21節開始 因為那時候必有大災難 同世界的起頭直到現今 沒有自己的災難 後來又沒有 29節 那時候自己的災難一過去 日頭就變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眾星要從天上聚落 天氣都要震動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 地上的萬族都要愛哭 他們要看見人子 有能力有大榮耀 他就天上的魂降流 他要差遣是者 用號筒的大聲 將他的選民 從四方 從天者邊到天那邊 都朝聚了來 但那日子那時辰 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士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獨父知道 羅馬的日子怎樣 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劇學駕取 直到羅馬進方舟的那日 不知分覺洪水來了 把湯門全都衝去 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有四十節 那時兩個人在田裡 娶她一個 撇牌一個 兩個女人虛亡 娶她一個 撇牌一個 好了 我們現在看回這個經文 耶穌就講到 首先就有那些地方 瘟疫 災難 地震 戰爭 那些世界毫日的先兆 然後他就講到 災難 這個先兆之後 完了之後 就會有大災難 是從世界起頭 直到如今都沒有 後來都沒有 即是有個很大很大的災難 然後就二十九節 這個災難一過去之後 日頭就變黑 月亮又不放光 眾星要從天上聚落 天氣都要震動 接著那個時候 人子 耶穌就笑頭顯在天上 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 哪個人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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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族 這個是信還是不信的人 萬族都要哀哭 是信還是不信 不信的 即是那些人 他們不信耶穌 他們覺得 我們拜佛 我們信什麼菩薩 信什麼教 他們覺得 原來不是信的 是要信耶穌 那時候他已經太遲了 他太遲了 他就哀哭了 然後 他們就看見 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耀 駕著天上奧魂降臨 耶穌就會在天上降臨 接著他就叉眼 使者用號和大聲 將他的選民從四方 從天者邊到天下邊都 招聚了來 就將他的選民招聚 接著我們再看下去 然後將他一起解釋一下 三十六節 那個日子那個時辰 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 只有一些知道 只有一些知道 是指到當時耶穌在世上的仇 在天上的仇 他是知道的 唯獨父知道的 由三十七節 他就形容了 好像羅雅的日子 洪水的時候 以前洪水的日子怎樣 人子降臨都是這樣 在洪水之前 人照常吃海駕取 生活 直到羅雅進方舟 那日不知不覺 洪水就來了 將他們傳到衝去 那他好像羅雅日子 是像什麼 像什麼 是 我知道 但是他似他什麼 人之降臨是怎樣 我加了一個怎樣 是到底似他什麼 不知不覺 這個第一 還有什麼 人照常吃海駕取 還有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 還有呢 是沒有準備好的 是嗎 忽然間說 忽然間 就結束回來了 他就說那時 那時就是什麼時候 這件事發生 耶穌回來的時候 人子回來 那時就怎樣 兩個人在田裏面 那是怎樣 娶他一個 娶他一個 兩個女人推磨 娶他一個 娶他一個 這就是一個支持 被提的一個經文 另一個經文 就是貼少人家 前說四章 我們看完那個經文 先翻轉 來看這個經文 這裏下面 其實我們未看完 這裏是四十二節 繼續下去的 即是謝師兄的經文 對不起 謝師兄的經文 講到兩個女人推磨 娶他一個 娶他一個 接著呢 就四十二節 我們讀下去 所以你們要警醒 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事 哪一天來到 家主曰 知道幾間天有賊來 就必警醒 不容人滑後房屋 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所以你們也要預備 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 人子就來了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 伯仁為主人所派 管理家裡的人 按時忽良給他門 人來道 看見他者用行 那伯仁就有福了 這裏說到你們要警醒 因為你們不知道 家主什麼時候來 即是說回慈民 兩個娶一個 剩下一個 還有萬族都要哀哭 這樣的情況 他們說你們要警醒 因為你們不知道 主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因為如果有人知道 賊什麼時候來 就會警醒 所以你們要預備好 因為你想不到的仇 就會回來了 耶穌就回來了 那誰有忠心有見識的伯仁呢 就是主人派他做的仇 他是做得好的 主人看見他就有福了 但是呢 四十八節 繼續讀 倘若那惡仆心裡說 那些主人必來得慈 又五十節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時辰 那仆仁的主人要來 重重地處置他 敬他和雅浩為善的人同罪 在那裡必要哀哭前此料 這個講到主人回來 有兩種的仆仁 是不是 一種是什麼 忠心的仆仁 第二種呢 惡仆 那忠心的仆仁代表什麼 忠心的仆仁代表什麼 忠心的基督徒 惡仆代表什麼 不信主 或者是他華信主 不過又沒有真的跟從耶穌的人 是不是 即是講到兩種人 同時見到主人回來 是不是 其實我們一直看到 是見到兩種人一起看到 而 正在經文馬太那裡 就講到他們哭 講到他們 就是 哀哭切齒 然後 耶穌回來 而這裏 就跟著 就講到 有兩種仆仁 一種是 開心的 一種是 不開心的 而這裏講到 哀哭切齒 是否 他說定他和 假無為善的人同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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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怎樣 即是他的結局是什麼 哀哭切齒 即是他的結局是什麼 哀哭切齒 即是他的結局是什麼 去地獄的 聖經是沒有講到有第三個地方 我們看了這裏 一會兒我再一起 將他解釋 但這個次序有什麼發生 我們一起讀 馬太24章 講到發生了什麼事 一起讀 第一 極大的災難何了 又過去了 即是大災難 過去了 第二 人子大榮耀降臨 就是主降臨 第三 萬族都哀哭 萬族都哀哭 哀哭 即是說他們要接受審判 即是面對他們的罪 第四 選民被招聚 又第五 這日子漲羅阿里日子 洪水忽然來 即是忽然間好像洪水那樣 第六 那時兩個人取去一個 鐵牌一個 即是被提 又第七 要警醒 善伯就被賞事 惡虎就被懲罰 要哀哭切齒 信主和不信主的大審判 即是全部一起審判 即是耶穌回來 就是善的和惡的一起審判 是不是 當你這樣看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即是耶穌回來 就是全部人一起看到 這個經文 是沒有說到 那些基督徒秘密地失蹤了 被提在空中 在災難前被提 即是這個大災難之前 即是耶穌還沒正式回來之前 七年 他們消失了 即是他們所說的 這個經文是完全沒有支持的 是不是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點 這個經文沒有說到 耶穌回來之前 七年他們消失了 他說 他回來的時候 跟著那些人 有一部分就被提 就被接在空中與主相遇了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經文 貼上人家前書四張甚至 都說到耶穌回來的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 在這裡 現在照主的話 告訴另一件事 我們這活著 完全留到主降臨的人 段不能再乃已經 遂了的人之先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口吹響 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 必先復活 以後我們 即活著魂全流的人 必和他們 一同被提到魂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樣我們就要和主 和主永遠同在 這個經文 我們有一個解釋 看一看 按照主的話 告訴你 我們活著全流到主降臨 不能夠在那些碎了的人之先 即是碎了即是死了的人 我們不會比他們快 我們會和他們一起 一起見到耶穌回來 怎樣一起呢 因為他們會復活 下面就說 即是他們雖然死了 我們不會比他們快 當耶穌回來 他們又復活 我們一起見到耶穌回來 第十六節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 其實這個用了兩個降臨 第一個 希臘文就是 是說到耶穌回來的 這個字 是解釋耶穌回來的 第十六節的降臨 就是 就是降臨 下來了 第二個就是下來了 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 和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 這個很可能就是 第七號 就是最後一個號吹響 冷靜基督我們死了的人 就復活了 死了的人 就復活了 然後我們活著還 全流的人 就和他們一起被提到 魂女在空中與主相遇 我們就要和主 永遠同在 一齊 永遠一齊 不會再有分開 這裏有講到什麼次序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天使人家前書四章十五到十七節 講發生什麼事 第一 主親自降臨 第二 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 第三 神的號吹響 四 在主裡死裡的人必先復活 第五 活著的基督徒 與他們一同被提 第六 基督徒就和主永遠同在 這裏講到耶穌會回來 有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 然後死了的人又復活 然後基督徒又和他一起被提 我們就和主永遠一齊 這裏講到 這個被提和復活的 基督徒的復活 在這裏我們看到 是什麼時候發生呢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先看看先的經文 24章有一節 我們剛才看過 我們一起看兩個經文 這個經文所說 就是有大災難 這個世界從來都沒有 有這樣的大災難 即是先過了這個災難 對吧 過了這個災難 即是我們要經過這個災難 一個大的災難 然後這個大災難之後 日頭月亮全部都不正常了 那些聲音又下來了 然後那時候 耶穌就回來 就滿足的哀哭了 因為根據Scoffield所說 就是那些基督徒被提 那些非基督徒不知道為什麼發生 忽然間失蹤了 即是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他們不會 他們不會哀哭的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們又沒有看到耶穌回來的 後來有些人看到那些書 就說 原來基督徒會被提 所以他們就 哇 我們失去了那些機會 於是他們有些人就會信耶穌 但是根據這個經文說 是不是這樣呢 是他們一起看到 一起還很哀哭 即是他們都要面對耶穌 即是說 當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是信和不信 一起面對 一起面對的時候 那些萬族就要哭了 就要害怕了 而耶穌有榮耀的降臨 那他們將選民聚過來 是什麼意思呢 下面那裡就說到 兩個來一個 有可能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就覺得是同一件事 即是這班全世界人 神就將那些選民 純純純地提出來 就是將他們聚在一起 即是這個地提 就是將他們聚在一起 即是就不是好像 喂 你走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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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班人可以走過來 即是就不在地上走走走走走走 每個都走去耶穌那裡 而是呢 耶穌一回來 他純純的聲音 就每個都飛去耶穌那裡 即是 這個就是招聚的方法 就是兩個拿一個 當然兩個拿一個 就是如果剛剛兩個 一個信主 一個不信主 即是如果有時候 你可能十個拿一個 都未定 即是十個有一個 是被提的 但是這裏很重要 就是說 是有災難 而我們是經歷過這個災難的 然後呢 就會 即是 將它 招聚了 然後說到 耶穌回來的日子 好像是狼牙 你不準備好的 忽然間發生 不知不覺 忽然間發生 人子降臨 都是這樣忽然間發生 而發生的時候 狼牙日子是怎樣的 一班人就很開心 在那個方舟 那些不在方舟 那些是怎樣的 很害怕 很痛苦 因為要浸死 所以兩班人 是同時面對著 而這裏 耶穌說 人子降臨都一樣 就是忽然間降臨 你不想都想不到 是要 很多人是很害怕的 是要面對的 然後在這一個時候 就兩個人拿一個 在田裏面拿一個 兩個女人推磨 有些是田裏面的 男人在外面做事 女人在家裏面做事 也有些是信的 跟從耶穌 那些就拿一個 剩下一個 大家從這個經文看 看不看得到 是說災難前 基督徒就會被提 消失了 因為你看這個經文 你看得到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而全世界都一起看著 就是耶穌降臨 將那些基督徒提到空中 而那些基督徒 即是分開兩班 其實在馬太25章 就講到綿羊山羊的比喻 將綿羊山羊分開 這個分開也可能就是被提 將綿羊提到耶穌那邊 然後那些山羊就在下面 即是審判的時候 一個高一個低 站在神的面前 其實看經文是否很清晰 曾經我試過在一個中派裏面 他有一個中派信 這件事的信 災難前避提的 但有一個神學生 他有一天見到我 他問我 他說牧師 其實曾經有沒有經文是支持災難前避提 不是 我要回答他 是沒有的 是沒有經文 直接去講到的 他們講到什麼經文呢 的支持 其中下 他有不同的支持 講這個其中的支持 啟示圖三章十節一起説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即是神講到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他就會保守這個教會的人 免受試煉 但問題就是 免受試煉 是否立即被提 是否神一定用這個方法 其實 在薩加利亞書 舊日有講到一樣 就是講到 這個 整個山會裂開一半 然後神的子民可以走進去 這個是可能一個方法 或者神用其他方法 我不知道 不過聖經也有講到 很多教堂是被殺的 即是在那時候被殺 但是你又不要害怕 因為呢 因為聖經也有說得大賞賜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聽完 都覺得 都是很恐怖的 真的很害怕的 但是你說 神一定給我恩怨 給我能力 當你真的要殉道的時候 神給你額外的恩怨 額外的能力 在那時候 榮耀神 和耶穌說了 你到時你不用想 說什麼 誰會教你講 聖靈 聖靈會教你講 你會到時自己忽然說出來 很有能力 是可以令到那些人 看到耶穌的真實 好了 問題 聖經有沒有說 基督徒要經歷災難 因為基督徒在災難中消失 馬太二十四章八節 一起讀 這都是災難的企頭 那時又要把你們陷在患難 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又要為我的名秘萬民恨戶 這是耶穌所說 是要被恨戶的 是要被他們拒絕的 所以聖經是有講到 我們要面對這個大災難 其實在啟史錄十三章 也都講到敵基督和一個獸 他是和列國爭戰的 其實在啟史錄多次有講到 和很多基督徒爭戰的 其實基督徒是要面對的 但是這也是 我們的生命在神的計劃裡面 神一定會保守我們的 神是不會留下我們 好像很慘很慘很力量的 我們是會有額外的恩典 也都在那時候 你會看到特別多的神跡 其實在教會歷史 凡是受迫白的時候 他們的神跡特別多 神的同罪也都特別強 那些人會 耶穌跟他說話 即是說 他們可以 到時我們經歷神的程度 和現在比喇是強很多倍 當你強很多倍的時候 你就算死也不太介意 所以 求主給我們有這個信心 在這時候 我讓大家停一停 想一想 因為大家都聽過很多年 關於災難前提 忽然間聽到 會不會令到你很驚訝呢 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很可惜 就是有時候 有些人他識經 其實我們現在就算看 有些上網 有些人很喜歡看那些 上網問 有些什麼《末日仙少》 什麼《敵基督》出現 很多人喜歡找那些東西來看 也有人很出名 專門說這些 其中在基督教來說 即是說這個教會很有問題 就是石溫教會 他們就時時不斷去說 這個月什麼發生 這個月什麼發生 就是他有很多這樣的語言 也都說什麼時候 耶穌要回來 接著他們又整班人去等 這個都是聖經講到 叫我們沒有人知道 我們不要去預測 什麼時候耶穌回來的 這裡我再說回 聖經是有講到 基督徒要經歷大災難的 我們一起再讀一下 《馬太》二十四章八字 這裡我詳細一點讀的 詳細一點寫出來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即是說到地震、飢荒、戰爭 那些是災難的起頭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 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又要為我的名避萬民恨戶 那時必有許多日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戶 且有好色假仙之喜來 迷惑多人 有一節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 從世界起頭 直到現在沒有 只有災難 後來現在必沒有 所以這裡講到 這個是災難的起頭 即是地震、飢荒、打仗 這些是災難的起頭 那時人就要將你陷在患難裡 即是人要攻擊你的 你要有患難 並且要殺你們 你們要為我名避萬民恨戶 那時有很多人跌倒 所以到這個時候 在貼受人家後書二章 也講到尼道反教的事 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是有尼道反教的事 很多人離開真道 和反教 反基督教 反耶穌 而且是在教會裡發生的 是有很多尼道反教的事 所以這個十字 就講到 許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戶 即是這件事將來會發生的 當有一天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譬如你是被另一個基督徒陷害 甚至被另一個全道人陷害 那個全道人在那時候 指證 這個是基督徒 這個是基督徒 這個基督徒 的時候 你會不會說 哇 全道人都這樣 我不信耶穌了 會不會這樣 是嗎 如果你被全道人陷害 你會不會說 我不信耶穌了 全道人都這樣 以前 現在 是的 因為我們是否信全道人 因為我們信耶穌 我們信耶穌 所以萬一 我們希望不會有這個發生 我個個都不想的 不過真的會有全道人 來到反教 其實現在 如果大家看新聞 你知道有些宗派是有 同性戀的牧師 和同性戀的bishop 即是管很多個教會的一個主教 都是同性戀的 都是 並且有很多宗派說 聖經不是全是神的說話 是含有神的說話 也有些說 聖經都是故事來的 耶穌是個教師來的 這些教導 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人都有的 我曾經 見過一個教會 是什麼呢 寫著呢 是天武 不是天父 就是Havenly Mother Havenly Mother 的教會 其實 教會是可以奇形怪狀 什麼都有的 當然也是有純正的教會 所以你不要以為 教會一定是好的 當時會有很多人跌倒 以及被一枝陷害 被一枝恨 和很多假先知 所以有人說 先知 你不要那麼快信 一定要試驗 分別他所說的說話 並且其實聖經說了 我們可以怎麼做的 我們很多事 不用先知告訴我們 有很多人去找先知 很想說 你今年會結婚 你有個好老公 你會賺很多錢 或者說一些說話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要悔改 大家都知道要悔改 就是 都是 就是說很多 聖經說了 我們 是不需要有先知 但是先知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 如果神要指示教會的方向 或者基督徒某個方向的時候 我們是 先知是有幫助的 但是先知的作用 都是要分辨的 還有在那時候 就會有大災難 世界起頭直到如今 都沒有這樣的災難 後來都沒有的 即是說 基督徒是要面對一個很大的災難 好了 在這個時候 我就說一說 末日的一些次序 但是 講了一次這年 我就會 因為這個大題目 我們可能下一次就會講啟示錄 將它 拆開來看 現在講一講 這個末日的次序 馬太二十四章四章一起讀 耶穌回答說 你們要謹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 沒有我的名來說 我是基督 並且要迷惑他多人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還不要兵荒 因為這些事事必須有的 只是沒其還沒有道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飢荒地震 然後路加有一章十一節 地條大大震動 多處必有飢荒瘟疫 又有口吓的異象和大成績 從天上顯現 這裡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有些什麼先兆呢 他說有很多人 冒我明說我是基督 就是有很多假基督 其實這個已經是 不同的時間都有 我現在中國都出了一個 女基督 他就說他是基督 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其實他們是很活躍的 這個全能神教會是非常活躍的 如果你在Facebook上網 你會收到很多他們的訊息 如果你知道他是他 你就一定要封 他們的照片和影片是很形容的 一個模式的 全部都是一個很工整的 你要看慣就知道了 還有他上課 你會看到全能神教會 你知道那個 你就要封閉 他是會用很多方法 還有他們一個人 可能會用很多個名字來進入 所以這也會影響很多基督徒 希望大家要小心防範 其實很明顯的 因為聖經講到 你怎麼看到耶穌 怎麼升天 他將來怎麼回來 怎麼會回來就變成一個女人 還有為什麼不在天上 在地上 還有這個基督 如果他真是基督 基督就是世上 他怎麼行神 證明他是基督 這個所謂的女基督 連出聲音都沒有 我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說話 都沒有 上網都看不到 就說有個女基督 但是 一個失蹤的基督 這個很搞笑 如果回憶 問他們 我也跟他們說過 他跟一個基督徒的媽媽 跟了這個 跟了這個 我勸他 他就說什麼 你只是經常講耶穌 講聖經 經常講聖經 你要看神 我們認識神 就是在聖經看 聖經說 耶穌如何升天 又如何回來 如果有人說 那個地方 那裡耶穌在 你就不要相信 不在地上 在天上 聖經說了 他說你只看聖經 你又不是看神 他們會用一個這樣的說法 其實 真的很扭曲 很多人會冒耶穌的命 然後你會聽見 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現在我們經常聽到 現在的仗就是恐怖的活動 並且還有另一種 除了名仗 還有恐怖活動 還有另一種 就是經濟的仗 另一個是什麼呢 網絡的仗 其實很多種的方式 是毒 就是細菌戰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 如果有人把細菌放在水塘 都是很大的事情 其實如果那些恐怖分子 他們去得很盡的時候 都是非常危險的 但是神在我們生命有奇妙計劃 他知道的 他會保守我們的 所以我們不用怕 魔鬼會用什麼方式 因為全部都是神知道的 所以你說不用怕 所以耶穌這個 總不要經方 一起說 總不要經方 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 只是末期還未到 還未到末期 民要攻打民國 要攻打國 他們要不同的人民打 有時候國家有幾個人 他們互相打 我們有沒有聽到 富裔德族和不同的民族 一個國家有自己民族去打 各爾公打國 多處必有飢荒地震 聖經講到這些先兆任 勞加福音加上瘟疫 還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跡 這就講到魔鬼 敵基督會行這些神跡 所以我們不要看到神跡就相信 但不要看到神跡就不相信 有些人就會去到極端 看到神跡就不相信 明明是神的工作 所以要看果子 他真的有生命的改變 他真的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做救知 他有全陽福音 這樣的時候 這是可信的 如果單是神跡 但叫人們不相信耶穌 那些神跡我們就不要相信了 接著 第八節繼續一起讀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那時人要把這門陷在還難去 也要殺去這門 這門又要為那些明秘萬民恨戶 那時哪有許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戶 且有好些假先知 起來迷惑多人 有一節 因為那時哪有大災難 從世界的起頭 直到如今 會有者有的災難 後來也機會有 之前我們看過 不過因為我們講這個災難的時候 再講了 即是前面那些戰爭 瘟疫 地震那些 之後 這個就是災難的起頭 地震那些是災難的起頭 其實現在都經常地震 這個是災難的起頭 然後呢 跟著那些就是大的災難 就是人要將你們陷在患難裡面 殺害你們 被萬民恨戶 有很多人跌倒 其實很多基督會跌倒 對不對 所以我們預備好基督 面對大災難 但是因為這個教導 很多基督沒有預備好 以為到時我們會升天 就沒有預備好 還有很多基督很軟弱 很多基督沒有去想服事實 就是想著我回教堂 過禮拜已經很乖 這些是我們需要去改變的 我們經歷聖靈是需要改變的 但是很多人經歷聖靈 他們去動 其實我們應該是 我們應該討告 我們應該讚美 但是依然聖經說 福音要傳遍普天下 向萬民作見證 然後末期才來到 依然是要傳 無論我們怎樣祈禱 我們都是要傳福音 這個必定要做的 我們需要祈禱 需要去作見證 需要建立人的靈命 實際上太多人的靈命是很弱的 這裏我講一些 就是世界每日的先事 東方閃電 或者全能神教會 創辦人是趙維山 就是左邊的男人 那個女基督就是楊向斌 這幾張照片都是她的 我都在想 有一天楊向斌她會老 會病 會死 基督死了 現在 就是 其實都幾搞笑的 其實她年紀都不小 不小的時候 將來怎樣呢 其實是一個很 很繁薄的 但怎麽知道 她又會找到這麽多人 那些人這麽委身 為什麽會 這麽愚昧 為什麽會看不通 這就是人 人就是喜歡有不同的理解 去明白聖經 引致有些疑端出來 這些是戰爭 現代戰爭 恐怖活動 四處都會見到 有這些情況 新聞都 差不多每個月都會 起碼有 其實如果你上網看 是不止的 新聞是自己賣了一部份 新聞只是 展示一部份 這個是一個人的鬍鬚 還有牙 還有口 它有什麽病呢 是愛滋病 這就是聖經所講的瘟疫 因為愛滋病 是會令到人的抗病能力 是沒有了 沒有了的時候 我們普通人認為 沒有什麽問題的東西 它是會全身生的 即是它全身都生了很多的毛 很多菌 整個人都有很多問題 而最恐怖的就是 愛滋病 是可以有十年的潛伏期 七年至十年 它不知道的 它還在跟很多人性交 其實這個世界現在推行 就是free sex 自由性交 其實是很危險的 那這些人呢 可能是帶著愛滋病 傳給不知幾多個人 他們 即是在網上也有說 這個人跟那一千個女人上床 這個跟那幾千個女人上床 哇 傳給幾多個人 真是實際很難想像 這個就是 在他身上受這個 妄為當特的報應 即是犯罪的時候 得到這個報應 所以這也是這個時代的警告 這個禽流感 禽流感 即是 哇 現在人都知道 一聽到禽流感知道 哇 很恐怖 其實這些事 如果當他 之前沙士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如果沙士不是及時制住 都很大的問題 對不對 感謝神 仍然給我們有時間 但我們不知道 什麼時候這些事情在發生 地震 這是美國 地震其中一個情況 其實 四維都是我們都看到 很多不同的地震 美國哪裡 這個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因為這個我正在網上 找了一些地震的圖片 因為其實美國在加州 有一個裂痕是很長的 那裂痕現在還未曾 整個倒下 因為整個加州倒下水 但是這個裂痕 可能是那個裂痕 它一直整個直線地過 在加州一直下 這個就是洪水 這個是印度的 他們的佛像都被水沖了 這些就是洪水在很多地方 是很嚴重的 有兩樣東西 有末期來到 祈禱和福音要全面普天下 兩樣都要的 兩樣都是很重要的 不過不要只要一樣 我們一起讀 在四六八章四節 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 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天使拿著香爐 聖满了壇上的火 我倒在地上 除有雷光大聲 閃電地震 拿著七之后的七位天使 就預備要吹 OK 好了 這裏說什麼呢 這裏說到天使 有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 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那裏 天使拿著聖著香爐 聖满了壇上的火 然後倒在地上 隨即有雷光大聲閃電地震 接著就開始這個七號 七位天使就要吹 這個七號 這裏說到什麼呢 這裏說到祈禱 當祈禱滿了數目 即是同樣傳福音都是 這個福音傳到普天下 另一樣東西 這個世界耶穌回來 這個世界末日的最後有什麼發生呢 其中一個就是 當祈禱的數目 去到一個程度 獻上去神面前 這個時候就開始 trigger 這個末日發生的事 即是開始發生末日發生的事 但是祈禱有很多種的 祈禱有聖靈充滿的祈禱 有代討 祝福這個地方 我們全部都應該做的 全部的祈禱都應該做 我們應該有神的同在 從神有密切的關係 而為不同的人祈禱 為教會祈禱 叫人改變 那我自己 我經常都祈禱的 祈禱我又會祝福人 祝福周圍的人 祝福教會 祝福地方 但是祈禱是一樣 有些人會用很長時間祈禱 還有敬拜 那些是好的 這些是重要的 不過敬拜完 接著要做什麼呢 下一步 馬太24章十字節一齊讀 就是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對萬作見證 然後末期才來到 就是福音一定要傳遍天下 然後末期才來到 即不是只是祈禱 那些人就會信耶穌 即是有一個錯誤的說法 就是什麼呢 你多祈禱 那些人自動會入教堂信耶穌的 這件事是沒有發生的 是一定要出去的 我們一定要去 耶穌說要去 但是有很多人覺得 我在教堂祈禱可以了 我要去讚你可以了 是一定要出去 不要只是祈禱 只是祈禱的時候 有一個錯誤的教導 就是當你祈禱 全世界的人很容易相信耶穌 很容易帶他相信耶穌 其實永遠這個世界 耶穌說的都是窄門 這是窄路 但是我們不要因為窄門 所以我們不存 我們仍然存 但是我們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祝福的時候 我們傳福音就在那一刻 所以我會這樣說 我看到很多人經歷聖靈 但是有很多人 他就很滿足於我是代討者 代討是好的 我經常都代討者 但是不要停留在代討者 事實上你看聖經 講到賞賜的經文 你留意看 很多是講到做在人身上 那個惡僕善僕 善僕是照顧好他的工人 這個綿羊山羊是做在主的小子身上 你接待先知 接待義人 接待門徒 聖經有講到 是對人做在人身上的 當然祈禱是很重要的 這裡也講到很重要 我自己都是很體重祈禱的 但是我們不要停在祈禱 不要只是停在那裡 而是我祈禱有力量 我就向前去 但是很多人不喜歡這步 為什麼這步會被人拒絕 而我覺得有很多人的力量是很大的 他們會很喜歡參加聚會 嘩 哪裏有恩高富士 去領受恩高 這裏有恩高 那裏有領受先知 但是接著就不動的 聖靈的運動 很多人來說 變成只是一種享受和經歷 這不是聖經所講的 聖經到時審判的時候 他們會說你經歷了聖靈 而是說你有沒有忠心 我們祈禱是一個開始 但不是一個結束人 我想說 三年半、七年 那個來源是哪裏 聖經在啟示錄 講到敵基督的時間 是三年半 是重複講幾次的 一載二載半載 有四十二個月 有三年半 就是敵基督的時間 那應該會有前三年半呢 這個就是取自 但耶穌第九章 二十四節那裏開始 講到有七十個七 然後有最後一個七 他又講到最後一個七的時候 有一半 即是有兩個部份 這兩個部份 一個就是這個 講到 其實那個 那個主位是誰呢 是有些問題的 因為我現在沒有把經文打出來 我立即一口 回答你 因為那裏是講到 這個聖者會來的 他在定的時間 這個聖者會來 就被人殺了 就用一黃的文 來毀滅這個城 然後就講到他 但他是誰呢 應該就是指到 一黃的那個王 但是事實上 在當時來說 那個王又不是那個王 有很多人說 這個就是羅馬帝國 後來這個 復興的羅馬帝國 發生這件事 有三年半 因為他講到 他就與很多人 堅立盟約 然後有三年半 他就會做毀壞的事 而有講到 他就說 你看見這個 毀壞可憎的人出現的時候 就是這個 就是滴基督的出現 所以 有可能 就是三年半 這個滴基督出現 就很和平 和眾人 建立盟約 有三年半 就是 災難的時候 就是激白的時候 即使我們所講 大災難 就是三年半 就是三年半 基督徒都要面對 然後跟著耶穌回來 就是那時候被提 因為那個經文 是完全沒有講到 就是那三年半 我們不用在世上 在耶穌回來之前 三年半 我們就消失了 是沒有的 是耶穌回來 萬族都哀哭 萬族哀哭 就是他們見到 他們見到 就是那個災難之後 他們才見到 即使他在七年 所以才被提 大災難的全部完完之後 耶穌回來了 即是 這才不是看過的 這個災難一過去的時候 跟著呢 天氣要改變了 是不是 天氣改變 又跟著 人子的兆頭 就顯在天上 就降臨下來了 就是七年 那時候才沒有 完完大災難的時候 世界末日 不再有世界 沒有了七年 過了七年 大災難之後 耶穌就回來 這個時候 他回來的時候 就把基督徒提在空中 然後那些非基督徒留在那裡 然後他們就會哀哭 就要受神的審判 就要惡僕和善僕 所以我就說 這些全部沒有聖經的根據 無論你是三年半中間沒看 三年半之前沒看 聖經是沒有說 聖經是說 耶穌回來那陣 有否留意過經文 是很清楚說 耶穌回來 而且是萬俗也要哀哭 所以不是中間 又不是之前 是耶穌回來那陣 就是 畢體根本就是跟耶穌回來有關的 就不是之前的 但是 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會有些人推這個災難前面 他們就說 聽著那些懲罰是好像就座 好像就座 沒有理由基督徒去經過 這是一種看法 但是耶穌說了 你們會受擊伯 並且聖經有說到 有些災難明顯指明是非基督徒 例如開了那個墓底坑 那些蝗蟲出來是咬那些沒有神印記的人 即是說那時有神印記的人在 不過他們就沒有咬的 加後書這張三字一齊讀 人不拘用什麽法子 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 因為那日子之前 必有離路反教的事 必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他是抵擋主 高抬自己 超過一切 稱為神的 或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女 自稱是神 接著第六節 現在你們也知道 那難阻他的事什麼 是叫他到那個時候 才可以顯露 因為那不法的人已經發動 只是現在有一個難阻的 等到那難阻的被除去 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 主耶穌要口中的氣滅絕他 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這不法的人來 視照撒凳的運動 行各樣的異能神職 和一切虛假的其事 OK 這個是很清楚的 講到基督的一個經文 而另外的經文 就是在啟示錄 比如啟示錄第十三章 也有講到 講到這個獸 是有什麼權兵呢 他叫十個王 同時將權兵給他 然後跟基督爭戰 就是他可以誘惑很多人 聖經有講到 有邪靈 有幾個邪靈跳載 他有很多由東方來的人 那些邪靈一縱亡 就有邪靈降在身上 聖經有講到 很大規模的邪靈上身 這都是敵基督的作為 現在我們先看這個經文為主 我們下一次可以再給大家看一看 其他經文 這裡講 無論用什麼方法 你們不要被他誘惑 以為那個日子以前 必有 對不起 這裡前面 有些人說 不知道是否耶穌已經回來了 他說你不要被他迷惑 然後他說 在這個日子以前 在耶穌回來之前 你不要被他迷惑 一定會有一件事發生 就是離道反教的事 就是有這個敵基督的出現 就是很多人離開真道 反對基督教 因為在神來說 反對神的宗教 還有這個大罪人 一個很大的罪人 沉淪之子 所以這個人是一個人 他是會被邪靈充滿 但是他是一個人 也是一個男性 原文是son 是一個男性 他會出現 他是會敵黨主 他的特徵是他會敵黨神的 以及高抬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 這就是他最重要的記號 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宗教 被人敬拜 好像敵基督一樣 以及一切受人敬拜 譬如我們看到這個世界上 有現在大的宗教 有基督教 有天主教 有佛教 有道教 有伊斯蘭教 有這些宗教 但這宗教 沒有一個宗教 是被全世界所有人 大部分的人敬拜的 但這個敵基督出現 是會被全世界很多人敬拜的 這就是敵基督的特徵 所以有這個人出現 很多人敬拜他 也在歧視裡有說到 他好像受了死傷 好像死 但他又活了 其實他沒有死 他不是死的 他以為人以為死 他又活了 還有說到一個獸像 獸像會有生氣說話 所以有很多人敬拜他 還有他行假的神跡 他是抵擋主公台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 以及一切受人敬拜 甚至坐在神的殿裏 自稱為神 這個神的殿到底是甚麼意思 神的殿 聖經講有幾個意思 一個就是耶路山的聖殿 一個就是教會 一個就是神的殿 一個就是教會 神的殿 到底這個是指 在教會裡出 所以有些人說 就是教皇的系統 不是某一個教皇 是教皇這個系統 因為教皇 他們說 他們的說話和聖經 是有同等權力 這個就是天主教的特徵 他就說 教皇所講關於教義的東西 所以他歷代以來講了 譬如馬利亞聖天 他們也講了 那些東西 他們講了這些的教義 或者教皇無錯謀 教皇一講關於教義的東西 是不會錯的 這個是天主教裡面的教義 這些就是他將他和神的說話同等 所以有些人就說 這個人就是敵基督 但是 他的確是有敵基督的跡象 但是 他是不是去到這個位 他暫時未去到這個位 但是他未發生的時候 很多人就估計是誰 但是 到底在社洛山聖殿 或者在教會 我覺得 我們不需要在現在去決定 這個就是其實 釋經有一個很重要 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些釋經說 哇 那些世界每日那些仙少 現在又怎樣應驗 大家有沒有經常聽到這樣的消息 有些的確不是發生的 有些我覺得 他是將那些經文push太多 和太早去說那件事應驗 我覺得應驗是要清晰 我們先去說那件事應驗 貼受人家後書二章六節 就講到 他的是什麼難阻的基督是什麼呢 要叫他到了時候才可以顯露 即是說 敵基督不是隨意可以顯露的 就是神容許他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難阻的就是神 就是神難阻他 直至到他到了時候才可以出現 然後第七字 因為那些不法的隱異已經發動 只是有一個難阻的 等到那些難阻的除去 那時候這個不法的人就顯露了 這個不法的隱異 就是一個隱藏的犯法 即是不跟從神的律法的活動 在英文就是 mystery of lawlessness 就是一個不跟從神的律法 一種隱藏的力量 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全世界都看到 在很多事情發生 譬如有了被人軟之後 被人弱之後 全世界的道德是跌得很快的 跟著就是同性戀的推動 就是很多方面的自由 女權的解放 就是很多方面 她的女權是有好的地方 但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在整個世界 你都會看到 好像這種自由風氣 free sex 或者是人喜歡做什麼做什麼 這種風氣就是一種不法的隱異 所以現在的學生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樣 那些學生在學校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以前我有一個教友 我都很驚訝她跟我說 她說 同性戀是自然傾向來的 我說 我說 這個不是聖經所說的 我都會這樣說 多個人都有自然傾向偷東西 那是否代表我們應該偷東西呢 即就算她有這個傾向 這個傾向不是神做的 而是人犯罪之後 可以有這個傾向 可以學回來的 但是人都有很多自然傾向 很喜歡上網替色情 很喜歡偷東西 很喜歡侵犯人 很喜歡罵人 這些都是 即是 不是代表我們可以自由去做 有些人說 這個自然傾向 所以她可以自由去做 即是我們就回答她 自然傾向不代表她可以去做 並且我否定這個是自然傾向出來的 這個是後天影響的 不是自然傾向出來的 好了 接著呢 那時候 這個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 然後她出現 聖經在啟少年就說到她有三年半的時間 那主耶穌就用口中的氣滅絕她 用降臨的榮光廢掉她 即是耶穌親自將她消滅 這個不法的人來到 是要照撒旦的運動行降養的 異能神跡和一切虛假的歧視 即是她是會行神跡歧視的 但不過是出於魔鬼的 而這個人呢 是耶穌親自將她滅絕的 即是告訴我們 在這個世界末期的時候 就是敵基督的時間 直至到敵基督被殺死的 但關於敵基督呢 真的很多網上是四處都說的 有些人說教皇 是敵基督 奧巴馬 甚至現在這個特朗普 特朗普選了做總統的這位 有些人都說她是敵基督 即是有不同的人 都說到敵基督 即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看了聖經 我們知道不是這樣的 敵基督是好像聖經所說 剛剛所說的 她是敵黨神 她自稱為神 在神的殿中自稱為神 並且在啟示錄給我們看到 她是有經濟的能力 因為要受印記 可以買賣 並且她有政治的能力 她會有十個王同時把權力給她 聖經也說到另外 是有眾王 全世界有眾王同一起打仗的 所以說到這個是有經濟 政治和宗教的權力 當這個人一出現 你立即遇到你的世界會完全改變 但這也是我們挺身狂手的事 是耶穌快要回來的事 也不要說 那我躲起來我保護自己 而是應該說 我們怎樣方法去見證耶穌 而且不要等到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危險 因為那時候可能你一傳呼吸 一被人出賣 那時候抓了你去坐牢或者殺死 我們趁現在還沒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很快去傳人福音 就是求主幫助我們 叫福音傳遍普天下 向萬民作見證 耶穌很清楚地說 大使命很清楚地說 但是很多經歷聖靈的人 是停了不做這件事 他們覺得我們只是祈禱 已經做完 這個是 斜徒有能力就可以做的 我們一起祈禱 好嗎 和主耶穌幫助我們 主耶穌我們知道 主耶穌你要快回來 你回來的時間 近了 我們看得到很多 末日的先兆 很多戰爭 很多這些恐怖活動 很多地震 瘟疫 很多這些 這些是災難的起頭 然後忽然間 這個敵基督可以出現 和主耶穌幫助我們 我們知道我們要面對 這個敵黨的勢力 這個惡勢力是非常強的 是充滿魔鬼的能力 但是我們有神的保護 我們不需要懼怕 並且我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就算有一天我們受迫白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神有奇妙計劃 而我們走在神的路 神會指示我們怎樣當行的路 神也都會賜給我們能力 所以我們不需要懼怕 不需要被人影響 不需要放下我們的神給我們的呼召 主耶穌幫助我們 今天開始 不要等到第二天 今天開始我們就受訓練 服侍主 今天開始學習去傳福音 去為人討告 帶領人信耶穌 改變人的生命 提升人的生命 主耶穌我們需要你 今天就去改變我們 求你幫助我們 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忽然間這個災難的起頭 忽然間就變成一個大災難的日子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 求你幫我們 善用我們的時間 不要到那時候我們才後悔 求主思恩感動我們 多謝天父 求你幫我們珍惜 有我們訓練的時間 有訓練的機會 願你的名得著榮譽和稱讚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明 我想說說 我們這裏訓練 就是想人有聖靈的能力 多討厚 多有神的同在 然後就為人討告 帶領人信主 是很有效的 為人祈禱 真是帶領人信主 和帶領人服侍主 就像今天你聽到阿袁的分享 我們下個禮拜有第二個分享 你看到 有聖靈的能力 傳福音和建立靈 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有這個心去願意接受這些訓練 因為有很多人 他們會接受訓練 但那個訓練 跟大使命無關 我們最重要是跟大使命有關 這是神吩咐我們做的 我們出去做什麼 就是進行大使命 傳福音和建立人的靈命 當然有神的同在 所以希望大家珍惜有這個機會 去訓練和動 我經常都帶人出去 如果你想參加我們有個短孫群 就會告訴大家 什麼時候 例如這個星期六 我們會在大會 我們在香港比較少 但多數會去別的地方 有時即日來會 這些都是給大家有機會 可以去做 像阿袁一樣 我們跟阿袁一起去短孫的時候 他整班人祈禱 整班經歷聖靈 他都想不到自己可以帶著神的能力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好嗎 他早點都想不到 他今天高興 在這個星期的 大家喜歡 各地下 兩位 後面 我根本也想不到 那些漫長